十二星座的男人 他們點在哪裡 你到底要怎麼迷惑他 每一個星座一句話 一句話 OK 風向星座 但是我先講 你要看男人的月亮星座 因為月亮星座就是他的按鈕 像阿德老師的月亮星座 是雙子座 我的月亮星座是雙魚座 我先講風向星座 因為十二星座要稍微講一下 風向星座的月亮星座 在水瓶座的男生 你只要對他說 我覺得 你是我見過最獨一無二的男人 就中文 獨一無二 對 好 那雙子座呢 月亮雙子座 像阿德老師是月亮雙子座對不對 你在跟他談 你想要迷惑他的時候 你絕對要不著邊際的 找很多社會議題跟他談 默默的他就會掉下去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節目很容易掉下去 社會議題 OK 好 然後月亮天秤呢 月亮天秤的男生呢 你只要偶爾對他好一下 然後偶爾離他遠一點 偶爾對他好一下 忽冷忽熱 天秤座就中了 火象星座呢 原則上 喜歡熱情奔放沒有心機的女生 他們其實都是比較下半身思考的 OK 下半身 那但是呢 牡羊座你只要跟他講說 那個誰誰誰都欺負我 激起他的英雄心態 他馬上就中了 OK 月亮獅子的男生 通常主動會追你 但是他沒有 而你喜歡他的時候 你要做兩件事 一件事情 你要表現出一副很驕傲 不把他看在眼裡的模樣 追不到的就挑戰 追不到 但是某一些時候 你又要露出崇拜的眼神 獅子座肯定中 那月亮射手呢 是比較花心的男生 通常呢 帶一點異國的情調 談一些國外的事情 然後跟他玩在一起 但是呢 對他欲懼懷疑 我覺得很有效 OK 那水象星座 月亮在水象星座的男生 通常呢 是比較爛情 比較容易按到按鈕的男生 像呢 月亮雙語 隨便撩就可以了 你只要對他表現出楚楚可憐 然後多多接近他 然後講講自己的辛苦 講講心事 月亮雙語就中了 然後月亮巨蟹呢 要跟他多談談家庭 OK 你媽媽是什麼樣的人啊 你喜歡什麼樣的家庭 永遠跟他逛IKEA就對了 對 逛IKEA很有效 月亮天蝎 你要討厭他 所有他討厭的人 對他表現出絕對的忠誠 跟他同生一切 對 OK 土象星座 月亮在摩羯的男生 你關心他的事業 關心他的成就沒關係 你去忙 你不用在乎我的感覺 肯定中 月亮在金牛 要多多靠近他 因為月亮金牛的男生 是非常非常敢關心的 OK 所以你多多不小心的 觸碰他一下啦 碰一下他的肩膀就中了 從頭頂摸到腳底 那月亮處女呢 就要送便當給他 給他帶早餐 肯定中 OK 交給你了 好